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以心中心来作为修行的 但是有一个知见一定要记住 一个是你的身体是需要的 心也是需要的 没有一个东西在那打坐也没有一个人在那修法 无人无心 身体也是 然后以这种直觉来去打坐休息 然后我相信你现在你了解这句话还早 你还了解不了 但是你始终就记住我这句话 并没有一个人在那修行 并没有一个人在那发心 并没有一个人在那打坐 然后你再打坐 你再休息 你再发心成就 然后不断地在里边了知我说的这些话 每一次静坐完不管是三个小时五个小时 八个小时起坐以后 对这样的无心无我这种境界能了知多少 多透 并没有一个人在那修行 并没有那一个人在那坐两个小时 并没有一个人在那坐 并没有一个人在那坐 并没有一个人在那持咒 并没有一个人在那修法 以这种知见按住在那修法 持咒 打坐 所有的角色升起的时候 所有的角色升起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在那没有角色 没有一个人去体验这种角色 你是无我的 如果你没有这种知见的话 你坐两千坐下来还是你 只不过是你坐了两千坐 因为心中心法 他每天两个半小时最少是吧 到八个小时 每天至少就是 两个小时半八个小时 做够两千坐 一千坐 一千坐 很多人也坐够了 还是他 就是 所以知见很重要 但是这个无我的了物 随着你的修正 随着你的坐 随着你的持咒 你会有不同的理解 随着时间 第一是 没有一个你在那修正 第二你在哪里 既然没有你 那佛是什么 佛在哪里 所以你是如来 如来是什么 如来在哪里 既然说借甲修正 怎么个真 怎么个修出来的真 怎么个修法 这些概念都要在打坐的过程中 搞清楚 但是打坐的时候你就打坐 修法的时候你就修法 入入不动 持咒的时候就持咒 全身心专注的 比如持咒的时候 你全身心都是咒语 这个世界是没有其他东西的 只有咒 当你知六指大明咒的时候 去做所有的一切都是六指大明咒 当你静坐的时候去 整个宇宙都在哪 不动 所有的一切都在哪 做啥就专注的做啥 这样子修完了 翻回头来去看那些之间 如我的东西啊 什么那些东西 经典里面那些东西 你真的看懂 没有你谁在修法 没有你谁在打坐 这好高的经济 这不高 这就是 是吧 修来修去 你就是了知这个道理嘛 不是说你打坐干啥 为什么要排着腿呢 我们躺着也一样 躺着不必打坐着舒服 你以为你会双排 你就不是骨头跟肉了 我们睡着就是骨头肉 你躺着就变能量了 你坐着就变成能量了 你变着就变着光了 我们睡着就是肉 骨头啊 你还不过就是一堆骨头跟肉 在那堆着也就是个做的 如果你不了不空心的理论的话 你做八个小时 我做两个小时一模一样 我告诉你 就是你比我能做 就这样 唯一的结论 你比我做得久 你能双排我能 你比我腿软 就这些 有什么 人家文学现在还能双排 人家腿软 人家用的皮擦用的双排 那有什么呢 最主要是在了 我们要了知什么 无我的哭心证件 你跟有老师在里面不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 有老师在里面指导的话 我骑车就不需要说这些 知道吧 打坐 就让他全身就打坐就好了 剩下的我就不说了 那他随着他走我才说 但是你是一个人在那修吗 你没有老师在旁边不听的提醒你 那么你就要自己 在直接上要明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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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